美國最新的電動車補助條款 很可惜 70%的電動車都不符合 字幕提供 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胡老闆 今天我們來延伸 兩個禮拜以前我PO的新聞 影片就是有關美國最新的電動車補助條款 簡單來說現在在業界 在汽車業界吵得非常熱騰騰 是因為呢 這個最新的補助條款 看似很好 但是事實上 以現階段可以買到的電動車來說 大概有70%的電動車都不符合這個條件 真的仔細去看裡頭的細節呢 你會發現到一些蠻複雜的東西 我們之前講過的東西 就不說 比方說有收入的上限 車價的上限 以及車子的生產地方上限 現在很多比較眼睛銳利的朋友們 跟有仔細去看裡頭的細節的朋友們 就有發現到說裡頭有一個 算是 比較文周周一個條款 基本上說 你就算這部車符合 只要 這一件東西 跟它插到邊 基本上整個車子就 被排除了 那它這個裡頭有個條款呢 它裡頭有寫喔 你的跟電池有關的原物料以及零件 不是要到百分之多少是要在美國的 那個指定合作國家嗎 那中間裡頭它還有說 非常細的一個細節 就是說 你如果有 任何一個跟電池有關的 就比方說電池的原物料 或者是電池控制器 任何零件是跟 一些特定國家 就是他們英文講說那個 Foreign Country of Interest OK Or Concern 就是在美國政府說 這些國家呢 要特別注意或者有狀況 可能是要 提高警覺的這些國家呢 你簡單來說呢 這個整台車子就不符合了 那裡頭包括哪個國家 大家應該都猜到 沒錯 包括中國大陸 好 現在這個問題好玩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以目前的整個電池市場來看 有超過75%全世界電動車的 電池呢 這個裡頭不管是原物料或者是生產也好 都來自中國 也就是說你只要 就算你其他條款的部分全部都符合了 只要有一個東西 在這個車上 是 中國大陸的 基本上這台車就完完全全被 撤掉 好 那簡單來說 Model 3最基本款 因為他是用中國 製造的LFP電池 這個就沒有了嘛 那那個 其他的 Model 3的長距離版本啊 或者是 Performance版本呢 就根本就價位 都不到 因為Sedan是55,000的上限 所以呢 拯救拜拜 那Model Y 的長距離跟Performance呢 目前 我不敢說 因為 我並不知道 它零件裡頭有沒有 是任何是中國 那邊執照的 那其他任何 你比方說是 只要是 不在美國 拼裝生產的 車 或者是 北美 對不起 是北美 那 你就算符合其他的東西 你只要不在美國 拼裝生產 或者是 墨西哥加拿大拼裝生產的話 基本上也拜拜 那包括全部的歐洲車 全部的日本車 就算是說 比方說Toyota他們是在未來 是要在 美國蓋廠做這件事情 還有Volkswagen也要在 美國蓋廠做這件事情 但是在這之前呢 基本上全部車子都拜拜了 所以 而且你別忘記是說 每一年喔 它這個 那個物料 電池跟有關的零件跟物料的百分比 要 加10% 所以到 2029年的時候呢 基本上要100% 都是在 這些北美或跟美國有關這些 友好的國家呢 你 才符合這個條款 所以基本上這個條款 看似很漂亮 但事實上 它的門檻 一直一直一直提的非常非常高 尤其是 現階段呢 其實在美國生產製造的這個 電池 只佔了全球的 這個 電動測試廠大不到百分之八 所以呢 其實你真的未來要達到這個百分之百 的情況其實是 非常非常困難的 好 那 在這個條款裡頭 現在很多這些 汽車品牌呢 就有在 吵嘛 就是說 你這樣的話 等於是說 我就算是美國品牌呢 你就在 打我臉比方說 Rivian也好 Lucid也好 很多 那 這個條款很有趣是 它裡頭有一個 漏洞 那有一家這個電動車品牌 叫Fisker 他們就說 這裡頭條款有漏洞 他說這漏洞是什麼呢 是說 你在這個 補助新的補助條款 簽成法律之前 你如果 簽合約的話 就是合約定了 你還是以 舊的條款 來補助 也就是說 你只要是電動車 就可以拿到 7500 那當然呢 之前的條款呢 特斯拉已經沒有了嘛 那 GM也沒了 Toyota也差不多 沒了福特也差不多 結束了嘛 所以其他品牌車 你如果在這個 最新的補助條款 在簽成法律之前 你簽合約 那你還是照 舊的 這個 補助條款 這7500塊錢 來做補助 那 Fisker說 他們 會開始這樣做 那 其他 有目前我知道 兩個品牌也在 跟著一起這樣做 就是 Lucid以及 Rivian 所以你如果是 已經有訂車的朋友們呢 你可以去看他網站上 他網站上有詳細細節跟你講說要怎麼樣去做 那這個東西就有一點 比較複雜是因為 你等於是說 我今天簽的車 簽了合約的車 我要買這盒 我固定要買這台車 那我只是車子還沒交給我而已 所以他們是以合約當天來算 那當然 這個合約一定要在這個新的條款 在那個拜登總統簽成法律之前 你就一定要趕快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可能所剩時間不多 那這個有好有壞 好處是你基本上呢 你可能是車架會固定 壞處是 你可能如果要下訂金或怎麼樣 你可能有辦法拿不回來 所以這個東西呢 大家就要自己考慮一下 但是越來越多車廠 在 做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是可以考慮一下 但不過我言歸正常 我覺得這個 最新的這個 電動車補助的 稅金減免條款 其實 看似很漂亮 7500塊嘛 然後呢 你分成兩個部分的 3750的3750 但是其實事實上 我的感覺是美國政府並不想買單啦 因為他的調款門檻非常非常高 那當然 相對來說 我能非常理解是說他 也是希望是說他補助一些真的是需要或真的有在 幫美國製造 工業啊 還有製造工作機會的這些品牌 從消費者的觀點 你把門檻調那麼高 你就看似說 等於是說 其實你並沒有真的想補助這件事情 只不過 你把說得很漂亮 所以就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可以 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是蠻複雜的 有興趣的朋友們當然也要做點功課 因為 你如果這個 條款就算過了 但是你的車子不符合的話 其實 相對來說 電動車會變貴 所以大家在這邊就要 真的要拿捏一下 OK 好了 那大家什麼問題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你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按下小鈴鐺 以及把我影片分享出去唷 那我是胡老闆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囉 唉 我說真的 你把這個東西 補助搞得這麼複雜 幹什麼呢 我真不懂 你難道是真的要去跟每一個這個車子品牌 跟他講說 我要去了解到說 你裡頭的車子的零件來源啊 什麼東西的來源 都是從哪裡 你原物料來源 你有辦法控制嗎 你的電池 你如果是比方說LG幫你生產的 那LG裡頭的原物料是哪裡來的 你還要去跟他去要 去這樣搞的 我覺得 這有一點 搞得太複雜了啦 真的是太複雜 沒有必要這樣子 真的